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好了 女兒 不要玩了 來來來 吃飯吃飯 不要玩手機了 那你想吃什麼 吃多點吧 吃著菜吧 今天的通心菜又便宜又漂亮 多吃點 不吃這個菜 這個菜不好的 媽媽你也沒吃那麼多 什麼不好 沒得吃就不好 不吃菜不要借椅 怎麼可以不吃菜呢 快點快點 真的不好的 我之前在網上看過 說它有重金屬圓 那些重金屬的能力特別強 吃了會死人 我也是不吃 有沒有那麼誇張 吃了死人 網上說網上說 哪有可信的 對 吃菜吃菜 不要借椅 想知道它是否真的 問生活調查團便知道 那就問一下 來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調查員Yan 沒錯 看完剛才的影片 大家是否很想知道 傳言究竟是真的還是假 那就要準時收看 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說回我們今天要調查的內容 就是通心菜 現在大家都知道 是十月份還有通心菜吃的 但是最近有不少的傳言 就是通心菜很容易吸附這個重金屬 而且吃了下去之後 會對人體身體很有害的 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我們下面馬上來看看 最近在網上流傳一條 科普貼 他說空心菜 是會吸附大量的重金屬 這個科普貼 從多個方面 論性了為什麼空心菜不可以吃 傳言就說 空心菜等水生菜 吸附重金屬的能力特別強 空心菜等水生蔬菜 沒有辦法保鮮 以及長途運輸 所以大家都是在 郊區污染非常嚴重的菜地 中植 並且供應到我們的餐桌上面 雖然傳言是來自一個科普貼 文章一眼看下去 亦都是有條有理 但是仔細一看 就會發現 他並沒有列出任何數據 支撐所說的結論 所以這個貼 生活調查段 還是保持一個質疑的態度 傳言一出 有不少的網民 都稱通心菜為五毒之罪 那究竟通心菜 是不是真的含有重金屬呢 這些重金屬又從哪裡來的呢 那我們又應該要怎樣去分 哪些位置安全的通心菜呢 傳言片廣查了再說 我們馬上展開調查 在農村環境污染治理專題座談會上 據廣東省農業廳巡視員余劍我介紹 廣東耕地受重金屬污染日益嚴重 據有關部門近年對台山、惠陽、花刀、蟲花、南海、 潘育、新匯、高明、東莞等地 大田梳菜的監測結果 梳菜重金屬超標率達到10%至20% 國產蔬菜重金屬超標明顯 而根據不完全的統計 主要的超標元素是元 廣東省蔬菜污染嚴重 已經嚴重影響到農產品的安全 嘩 真的不查不知 原來蔬菜含有重金屬 並不是一件罕見的事情 所以我們平時分分鐘 有可能都會吃到含有重金屬原的蔬菜 我們今天要調查的通心菜 究竟會不會含有重金屬原呢 我們之前已經派了我們的工作人員 去市面上進行了解 現在我們先看看他們調查的情況 我們的工作人員隨機去到月秀區 一個普通的菜市場 很簡單就可以見到 賣空心菜的檔口 分市面的空心菜價格在2-3元不等 而它亦分很多種類 好像工作人員來到這個檔口 就已經有三種不同的空心菜 跟這種寬的有甚麼不同 這些是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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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又來到一家大型超市 亦都見到有空心菜在售賣 這裡的空心菜品種亦只有一種 而這些空心菜的外包裝 基本上都是標注油機蔬菜 我們放在桌面的四款空心菜 都是我們在不同的地方買回來的 我們一眼看下去 看得出顏色 大小都是有些不同的 我們先來看看1號和2號的通心菜 他們都是在街市買回來的 我們先看看1號的通心菜的葉 比較紮身和尖 而2號通心菜的葉 它比較闊身 好像追形 我們再來看看3號的這款通心菜 它的葉亦都呈現紮身和尖 就像1號的通心菜 但它是我們工作人員在超市買回來的 我們工作人員還說走過幾間超市 都是發現只有這種尖業的通心菜 而沒有好像2號的寬身通心菜 難道超市就沒有這種寬身通心菜 就只有尖業的通心菜買 我們再來看看4號的通心菜 4號通心菜就是我們工作人員 在路邊小攤位買回來的 我還聽過攤主說 就說這些菜是它自己種過 而且是沒有下農藥的 聽上去也挺有機的 那究竟這4款通心菜 是否真的那麼好 是否真的沒有含有這個重金屬源 看來就不知道 我們一於就要將這些菜 送去專業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事不宜遲,馬上取樣 調查完將4種通心菜的樣品 分別取養到蜜蜂袋裡面 並且每天編號 然後將這4種通心菜 一同送到檢測機構 老師,你好,我們又見面了 今天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就是最近有一個傳聞 是關於通心菜的 就是通心菜很容易會含有重金屬源 是的,所以我特地在市面上 買了這4個不同的樣品 在不同地方買的 麻煩老師今天可以幫我們做一個檢測 就是檢測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含有重金屬源 好,那你稍後 結果應該好過就會出來 好,麻煩老師 這次檢測採用的是快檢法 樣品當中的重金屬源 和指示劑反應生成有色化合物 採用目視比式分析方法 從而可以直接從液體顏色判斷 樣品是否含有重金屬源 只要15分鐘就可以得出準確的數據 我們指見檢測完 將等力的四種空心菜 用剪刀E至剪成1厘米左右的碎片 去到容器當中 並加入等量清水浸泡 再遞入一滴的指示劑A 搖昏之後靜止10分鐘 之後再將處理液及到離心管裡面 並依次遞入指示劑B、C和D 在靜止5分鐘之後 就可以得出我們的結果了 老師,剛才做了這個實現的結果 出來了嗎? 出來了? Yan你可以看到 呈現在桌面的5個離心管 就是實現的結果 經過檢測,檢測員告訴我們 在這4份空心菜樣品當中 1號和3號空心菜樣本 是安全的所採 但2號就有些輕微的重金屬源含量 以4號則是重金屬源超標 根據剛才的實現結果來看 我們就發現 尖葉的通心菜含有重金屬源的機率 是比較大的 我們剛才買回來的4號的通心菜 它的重金屬源也是超標的 那究竟這些通心菜的葉的形狀 和重金屬源又是否有著直接的關係呢? 那這些蔬菜的重金屬源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如果我們人吃了這些含有重金屬源的蔬菜 對我們人體的身體又有什麼影響呢? 不行,我都是立即去問問專家 重金屬我們一般來講 它的危害有各種極性中毒和慢性中毒 比如說我們說的鉛 鉛的極性中毒 它是有一些微長道的反應 還有一些跟著極性的 可能有一些腎臟的表現 有一些噁心嘔吐 還有一個就是出血 也有可能 是這種表現 再來有一個就是 在腎臟的表現方面 有可能是極性腎端節 這種情況下 還有一些中樞 中樞神經系統的反應 所以說還有慢性中毒 造成的牽過量中毒 造成的兒童方面 很有可能是自傷發育 有障礙 還有一個就是表現的情緒 比較激動 容易激動 毛躁 還有睡眠障礙 據了解 懸是一種具有神經毒性的重金屬元素 一旦進入人體便很難排出來 而現代醫學精神 懸對人體健康的危害 處於損傷其神經系統 尤其是對兒童 它們的血液、神經、腦組織 是最容易受到毒害 從而引起行為動作的異常 在此其中包括多動症、身體和節力 發育遲緩、眼和手動作協調能力參 學習障礙等等症狀 這些危害甚至可以一直延續到成年階段 如果人體長期受到懸污染的危害 還會引起貧血、四肢神經損傷 骨落和肌肉組織不正常 男性精子數量減少 血緣含量高 還可能會導致骨血壓、骨質疏鬆等病症 聽完剛才專家的說法 我才知道重金屬圓原來是對身體有這麼大的危害 我現在也有點害怕 但是在剛才四個通心菜樣品當中 為什麼只有四號自己種的那個通心菜樣本 是重金屬圓超標呢? 那麼這個圓究竟是哪裡來的呢? 一般來說呢 蔬菜吸收重金屬的來源有三個 一個是空氣、一個是土染、一個是水質 大體來說呢 大部分的蔬菜吸收重金屬來源以土染和水質為多 空氣當中比較少一點 白老師就跟我們說 農產品的主要質量取決三大要素 即是空氣、土壤和水質 無論是空心菜還是其他蔬菜 對於這三大要素都有嚴格的指標要求 蔬菜生長的環境如果存在大氣污染 工業殘渣或者工業污水灌溉等問題 其污染物質就有可能被蔬菜吸收 原來通心菜的重金屬圓超標 是有可能跟種植環境有關的 那之前也有工作人員跟我說過 就是說種通心菜是有兩種辦法的 第一種就是在草裡面直接種 而第二種就是在水溝上面種的 那我們要調查這個環境 是不是就是去這兩個地方就可以呢 阿Yen阿Yen 你又不用急著的 在調查空心菜生長環境之前 我們先去問問專家 兩種空心菜是否就是生在水裡 和土裡 它的栽培方式有兩種 一個是旱災 一個是水質 北方是以旱災為種 南方兩種都是變純的 據老師介紹 空心菜原名叫做混菜 屬於晚生植物 它的根系分布廣 為素根系 災生能力非常強 對土壤調染要求也都不嚴格 所以在中國南方農村普遍災種的素材之因 南方栽培方式有寒災和水質兩種 早熟栽培是以寒災為主 中和晚熟栽培多數採用水質 原來這個說法也是有科學根據的 那我現在就馬上去調查一下 通心菜的生長環境 Let's go 這一次除了調查員 我們還找來的一位工作人員 作為這一次的調查助手 並且等他去到前面的實驗當中 重金屬原超標4號通心菜的種植地 調查員和工作人員並分兩路 分別前往兩種不同的環境 實地考慎 我現在來到廣州市某個通心菜種植農莊 我這麼大的女兒也是第一次去農莊 所以心情挺激動的 究竟通心菜的生長環境是怎樣的呢 還是要進去看看才知道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去看看 是呀,Yan去找種植空心菜的地點的這個時間 我們來看看調查助手那邊又是怎樣的情況 我現在就已經來到賣4號沖心菜給我的 那個阿姨的種植地點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水其實真的有一點點髒 還有我們細心地看到 還看到水裡面會有一些油污飄浮在上面 那些水相對來說都會比較混濁 好了,那大家現在看到的環境 就基本上是這樣的了 這一片通心菜它有種金屬的原因 是不是真的在於這個泥和這些水呢 那我現在就馬上來取養 帶回去給Yan去送檢了 在調查員助手準備把樣品送回去的時候 他還發現附近的路邊也有漢災的通心菜 所以也都一同取養 調查助手的取養工作就已經完成了 不知道調查員那邊找到漢災的地點了嗎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種通心菜的地方 那我就看到這整片地 從頭到尾都是種通心菜的 這個工作人員還說他們的通心菜 已經是收割得七七八八的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地上可能會有些空的地方 那他們還說,大家可以看到旁邊有個小溪 那他們就說他們會用一些小溪的水去灌溉他們的通心菜 那我們現在事不宜遲馬上去取養吧 那現在桌面上擺著的這三組樣品 就是我和工作人員辛辛苦苦地摸回來的樣品 分別有三組不同的泥土和三組不同的水 左邊的A組就是調查員在所在基地取養得到的土壤和灌溉水 中間的1組就是調查助手在郊外取養得到的淤泥和水 右邊C組就是調查助手在郊外 現在桌面上擺著的這三組泥土 也看得出很大不同很大區別 我們先來看看A組的這個泥土樣品 摸起來也是很蓬鬆的感覺 也挺舒服,好像棉花一樣 我們再看看,看得出比較乾,比較乾爽 跟A組的樣品差不多 摸起來就沒有A組的樣品那麼蓬鬆 泥土也沒有那麼細膩 好了,三組的泥土已經看完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三組水的情況如何 我們可以看到A組的灌溉水是比較清澈的 沒有什麼雜質的 跟我們平常喝的水看起來好像也差不多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B組的水 哇,超髒的 我們再用A組的很清澈的水來作對比 哇,大家看到嗎?超明顯的對比 這個B組水是髒很多的 而且它裡面有一顆不明飄防脈在飄一下 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看C組的樣品 C組的樣品對比B組來說 它的水是比較清澈的 但是它一對比A組這些清澈的水 其實它挺混濁的 而且它裡面夾集了很多這些不明物體 很多一些雜質在裡面 這三組環的樣品 大重顏色、手感等方面 看來都有很大的差別 但是它們究竟有沒有被重金屬污染呢? 我們也無法單憑眼睛所見來準確判斷 那究竟我們這個金屬源是來自於這個土壤 還是來自我們這個灌溉水呢? 那只看真的不知道 我們一如一就將它們送去檢測機構 進行檢測吧 這次檢測也是採用快檢的方法 先取樣20克土壤去到容器當中 再加入清水倒入試劑A 在充分搖晃均衡之後 靜置浸泡10分鐘 之後滴入試劑B和C 最後滴入D等它反映 經過老師的專業檢測 結果已經出來 A和C兩組罕災地點的土壤和灌溉水洋品 並沒有發現重金屬源 而B組水積地點的土壤和灌溉水洋品 有少量重金屬源 通過這次的檢測 我們就知道這個水積環境 只是有少量的重金屬 那為何會種出前面實驗4號 這種重金屬超必的空心菜呢? 難道真是空心菜二級 負重金屬的原因嗎? 好了,那隔於剛才的疑問 我就決定要自己動手種一次空心菜 要自己動手種空心菜 工具就肯定不少得了 好像這一代的營養土 它是不含重金屬 專門用於種植蔬果的泥土 另外還有事前準備好的兩瓶不同的灌溉水 紅色瓶壺裏面裝甲是經過處理的純精水 白色瓶裝住甲是經過處理的含有原離子的水 這就是今次實驗的主要道具 我們今次這個實驗 就會分成兩組去進行 第一組就會去無以正常的水土 而第二組就會無以受到重金屬原污染的水土 那究竟通心菜 是否真的那麼容易會吸附重金屬原呢? 下面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開始動手 調查人在兩組花盆裏 裝入等兩個土壤 其中白色花盆的一組 會無以正常追陪環境 藍的水是普通的清水 黃色花盆二組會受到重金屬污染的栽培環境 藍的水是經過處理含有原離子的清水 而這次實驗總共進行三十一 調查人將會分別在十一、二十一、三十一 進行取養送檢 看看空三菜是否真的容易聚集重金屬原 經過這次實驗的三次送檢結果來看 在十日的時間裏面 兩組樣品都沒有含有重金屬原 在去到二十日的時候 正常種植的空心菜還是不含有重金屬原金 而無以受到重金屬污染環境培植的空心菜 含有少量的重金屬 但並不超標 而在三十日的時間裏面 正常種植的空心菜已不正常 但無以受到重金屬污染環境培植的空心菜 含有較多的重金屬 檢測器顏色明顯偏紫紅 有超標的傾向 那這種數據是否證明 通心菜真的容易吸附重金屬原呢 你要看葉子還有植物的結構來考慮這個問題 還有它所交的肥也要考慮 老師就說 其實空心菜是屬於水生菜 比起寒災 它在水裡面更加容易生長 而它在水裡面生長的時候 葉片和根莖都比較大 相對來說就更加容易吸收水裡面的物質 所以就更加容易吸附重金屬 但有不少菜籠並不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相對來說 他們更加喜歡用水植的方法種植空心菜 一來更加有效率 二來空心菜長得會更加大更加重清 原來水食的通心菜是更加容易吸附重金屬原的 調查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證實這個傳言是真的了 究竟我們要怎樣才可以區分到哪些通心菜 才含有重金屬呢 蔬菜如果被中金屬污染的話 從表面上是看不出來的 就是感官是感受不了的 只能把它送到專業的機構去檢測 中金屬的含量 看是否超標 根據專家的說法 我們是不可能在表面上就看一出通心菜 有沒有重金屬原超標的 但是我們不可能每次吃通心菜的時候 都要拿去檢測一下 檢測完了我們再去吃 那我們應該要怎樣算呢 一般空心菜呢 在污水當中生長的就比較舒展一點 比較快一點 所以它葉子就會選擇比較圓 比較鈍 比較大一點 那如果在大棚裡面長的話 就葉子比較尖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呢 就選擇葉子比較尖的空心菜 會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選大棚呢 會比較好 大棚呢比較有保障 因為它澆的水啊 濕的肥啊 都是經過嚴格的一個挑選 而應該控制的 馬老師就跟我們說 由於空心菜對水質要求非常高 就便必須排除工業項目 環保成本也都很高 一般很難形成規模中正 所以現在一些出產安心菜的種植基地 都是採用大棚罕災的方式來種植空心菜 所以生活調查團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購買水生蔬菜的時候有兩個要點 第一就是盡量不要貪便在地攤那裡買 應該去到正規集貿市場 超市那裡購買會更加放心 第二買到的時候要盡量選一些尖業的空心菜 這樣的空心菜大多數都是由中植基地 直接供應的空心菜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在外表上去判斷 這些通心菜是否重金屬原超標 但是我們就有辦法去盡量避免買到這些 重金屬原超標的通心菜 通過這一期節目相信大家都知道 怎樣才可以選到安全的通心菜 大家也可以安心地吃通心菜 好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節目的資訊 就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公眾微信號 好了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